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雄的改动基本上都是蚊子腿 除了那些比较狠的 就咱们说的电魂 火女 砍的比较狠 剩下的几乎所有的英雄都是蚊子腿型的改动 那么新版本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大的变化 其实有两个 一个就是隐形锤 就这个东西 你看他写的是7.32亿里面 隐形锤的施法时间从2.5秒减少到了2秒 然后总共完成的这个时间 是从3秒钟减少到2.5秒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是过去是 你吟唱的这个时间是2.5秒 落地是大概0.5秒 就是吟唱2.5秒 落地0.5秒 这个石头砸到脸上的时候 需要0.5秒的动画 一共需要3秒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他吟唱只需要2秒了 所以说就是比上个版本 少了0.5秒钟的时间 其实就是因为这0.5秒钟的时间 就搞得 现在好像是个人 他都能处隐形锤 只要你带个空 举个例子 隐形锤 斯文 隐形锤 骷髅王 隐形锤 辅王 你会懂的 就是大概是只要能把人 空2秒左右的那种 那种英雄 他都能搭个隐形锤 然后来带节奏打架推进 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个因为龙骑士 他这个二技能 神龙百尾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级就有巨大收益的 一个眩晕技能 因为他一级就有 2.25秒的眩晕时间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 隐形锤的这个吟唱时间了 就说你对一个目标 很简单的 你对一个 一个敌人 对吧 然后先端他一下 然后直接接隐形锤 你看 就说是 他那个石头落下来的时候 他那才刚刚醒 他肯定是走不出这个框的 而且一开始 对方都没有BKB的 对不对 都没有BKB 所以说你是绝对能够 把他晕住的 那我说 那要是有BKB 或者是小狗肩胜怎么办 他二级就2.5秒了 三级就2.75秒了 对不对 这个眩晕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 你可以完全跟你对面的阵容来定 对面的阵容 如果是 有那种自带磨免技能的 那么你就把这个眩晕加高点 如果对面没有 是正常英雄 那你加一级 就足够接隐形锤了 这个是 咱们说版本之一的 一个答案 隐形锤 第二个就是说是 这个辉耀 辉耀 这个叫了 无数年的3800 在DOTA里面 多少年以来 就是你说什么是3800 大家都知道 他叫胜者一物 终于是终于 现在是从3750 其实跟3800差不多 然后减少到了3400了 这个确实减少到 非常非常多 然后现在3400块钱 就能买胜者一物了 然后辉耀的总价格 就从5050 变到4700了 这个价格便宜了很多 虽然说攻击力减少了5点 谁出辉耀 是要他的5点攻击力去A人的 对吧 虽然说有用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出辉耀的节奏变快了 所以说一些打钱快的 或者说一些肉合 尤其是像炼金 中单炼金 什么的 大哥炼金这种 出辉耀的速度 就要比过去快很多 于是乎 他的鬼血球的节奏 就非常非常的强力 所以说这个辉耀和雨行锤 就是这个版本 可以说是版本答案了 然后咱们今天就通过 龙骑士这个英雄的讲解 来代入这个雨行锤的用法 这个龙骑士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这个英雄 在上个版本 基本上是下水掉性的英雄 没人用的 对不对 这个版本我觉得是 可以重新拿出来用了 因为就是雨行锤的改动 配合龙骑士的推进 好咱们大概的讲一下 给新手朋友们讲一下 这个龙骑士力量英雄 初始攻击力66点 初始攻击力58点 然后两点的护甲 310的移速 这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尤其这个310移速 一个进展跑得很快了 已经成长3.4 2.0 1.7 这个成长也非常的棒 3.4的力量成长 保证了它的一个肉度 对不对 好然后看一技能 一技能这个火焰吐息 前方其实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扇形范围 它其实这个动画 看着比较小 其实它这个面积还蛮大的 然后喷出一道火焰 伤害是180-320 满机又320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能够降低 对方30%的攻击力 这个攻击力持续时间是 减攻时间是11秒 然后一级14秒 满机11秒的CD 然后这个技能 除了它能够打伤害 就是说你喷一口320 非常直观的一个AOE伤害 最重要的是减攻击 减攻击30攻击力 这代表什么 代表龙骑士在兑现的时候 如果你跟很多很多 正常的远程英雄兑现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龙骑打女王 这种非常经典的 这种组合 然后咱把兵出出来 你给敌人做个女王 女王前妻 你一会看一下 女王前妻 她这个攻击力 本来就比较低 对不对 然后出门54点 你就算给她配点 什么属性之类的 她也就60点攻击力 然后你自己 龙骑士肯定是出门 带补刀斧 这么一来的话 基本上你的攻击力 几乎攻击力就比她高 基础就比她高 然后你在兑现的时候 第一是能够用这个喷火 既喷到兵 又伤害到女王 其实喷兵是其次 一定要伤害到 跟你兑现的这个英雄 尤其是远程英雄 更好打了 她一喷 她的攻击力 直接降到18了 变成多少了 变成42了 是不是 一个42点的远程英雄 再打一个带补刀斧 66点攻击力的进战英雄 你们懂吧 她就是补不到刀了 因此 龙骑士这个英雄 对线的一切的逻辑 都是通过这个 火焰吐吸这个技能 来展开的 就是你要在对线的时候 优先的在 她准备补兵的 提前那么一两秒 先喷她一口 喷死兵都无随味 对 她减攻击 于是乎呢 你就回头给她正反补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正反补 这个时候呢 她攻击力并降那么多 她不可能补得过你 龙骑士对线 不以杀人 不以压血线为主 她是以压经济为主的 这是一定要 大家听懂的 她是以压经济为主的 就是说是 我就只给你正反补 通过火焰吐吸这个技能 把你补得非常非常穷 我肥得流油 我根本不压你的血 你爱打我打我去 那就说她打你怎么办 这是第二点 第一就是 有了这个技能了 她补到兵了 那怎么办 她一定会过来压你的血 于是乎龙骑 就可以学三技能 龙族血统 这个技能 第一它可以增加龙骑士的护甲 第二能增加龙骑士的回血 一级就有四点的护甲 跟四点的回血 二级就有七点的护甲 跟七点的回血 这个非常离谱 因为在任何一个英雄 三级的时候 就龙骑士三级的时候 就可以加二级的龙血 这个龙血一加 它七回血 七护甲 哇 七护甲 你们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在前期龙骑士基础护甲 都是四 七加四直接十一点甲 再加上它的基础护甲 基础回血 就比如说咱们看一下 每秒回十 几乎是十一点血 然后十一点的甲 任何人基本上用平A啊什么的 你想把它打动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打动了 那我就最多吃一棵树 对不对 你靠着一组吃树 你就可以在对线期 和对方的英雄 周旋的有来有回的 尤其是这个版本 咱们还要出什么 隐形锤 对不对 你再补一个回血剑士 哇 你看 看见没 就是三四级 你能补出这个东西 你在线回血 就学两极甲 就十七点四的每秒回血 吃一棵树 二十五的回血 我就问 这个每秒回二十五 是个英雄 他看了都绝望 真的就绝望 根本就压不住你 所以说 他的体系就形成了 用这个一技能 喷到敌人脸上 无视敌人的攻击 打你 敌人打你 就让他打 你只需要站在兵队里面 刀刀正反捕 把他捕完 然后撤出兵线 把他打穷 把你打肥 他死不死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吧 不要通过压 敌人的血线来压制他 这就是龙骑士 完整的一套 兑现的思路了 这个是肉 这个是补刀 行了 就这样子 这个二级等 神龙百尾的 这个刚才说了 就说是 他是可以用这个盾机 打晕敌方英雄 眩晕时间 一级是2.25秒 一级就非常优秀了 然后满级是3秒 伤害一级7是满级160 这个伤害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他这个眩晕时间 非常的长 然后满级以后 有10秒的CD 然后是3秒的眩晕时间 所以他的真空期 还蛮短的 对 那个 在团战的时候 作为一个 先手性的技能 他首先有点短 对不对 就你看他这个纪律 就是 小圈有点短 他得贴在敌人脸上 才能端到底 所以说一般来说 都是配跳刀的 对 配个跳刀 然后直接跳脸 加端 就这么一个小操作 就可以为团队带来 非常完美的先手 同时这个技能 又可以给他带来肉度 对不对方的大哥 物理叔叔大哥 在喷口火 对方大哥 降30%攻击力 行了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先手开团 降低方攻击力 前排吃伤害 就是这么一个体系的英雄 如果你学了大招了 学了大招了 怎么说大招是什么 变龙 变个龙 他这个龙是有三种等级的龙 其实是四种等级 就是一级的龙是碧龙 其实就是毒龙 喷脱敌人身上的时候 敌人会有一个 每秒受到二练伤害的 持续掉血的效果 二级龙 红龙 红龙就是既有一级龙的掉血 同时拥有剑射 同时拥有剑射 咱们来看一下 再来一个英雄 对 他这个剑射范围还蛮大的 你看这个剑射 这个剑射很多 然后就是说是根据等级 百分之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一百 这个一百什么意思 就算是 如果你出了A仗了 就得你说四级龙 四级龙就有百分之百的剑射伤害 这个剑射伤害非常的强 你可以用这个技能来 清圆无野 可以打团阵的时候 靠这个技能来打输出 三级龙呢 就是大冰龙 大冰龙 除了拥有 那个毒龙的毒 还可以拥有 红龙的剑射 还可以拥有 冰龙的超强的减速 你看这一喷 敌人几乎就走不动路了 走不动路 他这个减速 非常非常的强力 就是能够减敌人 那个百分之四十 和四十的攻速 就是四十的移速 和四十的攻速 持续三秒 然后呢 如果是到四级了 什么是四级 就是出A仗之后 出了A仗之后 就是四级龙了 四级龙 大黑龙 这个大黑龙 它是拥有 这个第四级黑龙的效果 就是毒素 就变成了三十点每秒 建设就变成百分之百 然后那个减攻速 就变成六十 减移速也是变成六十 同时呢 拥有无视地形 提升磨炕的 这么一个效果 它就磨炕提升了很高 它自身的护甲很高 你看它如果 技术护甲点满了 就神王让人都不怎么出 然后就已经二十三点甲了 对吧 然后磨炕 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三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 终极肉盾 它可以靠这个龙 来飞越地形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 来不停地骚扰敌人 给敌人喷血 这个血其实喷得掉了很多 有了A仗之后 龙骑士就是真正的 终极形态了 基本上就是完美了 又有跨越地形的能力 又有持续掉血能力 建设推塔 而且说一下这个推塔 它这个毒素攻击 是可以打塔的 塔也是每秒 掉很多很多的血 因此龙骑士是一个 推进英雄 就靠这个变龙来打了 并且变了龙之后 这个神龙摆尾 这个技能的 施法距离就变长了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是进展的 就是这种 你得贴在敌人脸上 才能端到 但是你一旦变龙 你的神龙摆尾 就变得很远了 就可以在较远的地方 用神龙摆尾 打到敌人了 那个施法距离于40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体系 如果你出了魔晶了 又多了一个技能 龙眼火球 就可以在一个地方 产生这个持续燃烧的 这个火焰 它走出来了 也会这个 黏着一定时间 这个火焰的伤害 其实还蛮高的 每秒伤害75 你看这个灰耀 灰耀的话 就是每秒伤害 不是60吗 这个没有伤害75 比灰耀还要搞 持续时间8秒 然后并且还能 年多2秒 然后这个技能 就是说是 它是给龙骑士 打团 或者说是刷钱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你刷钱的时候 攒了很多波 野怪 就野怪 拉了四五波 你爬一口火 然后所有的里面 持续烫8秒 基本上就全收完了 龙骑士 它可以靠一技能 跟这个火球一直高速的刷钱 然后并且打团战的时候 你跳端 跳端加火球 敌人走出去 从被击晕 三秒钟 走出去至少还有一两秒 再粘着两秒 它整个的伤害 几乎能吃满 因此总伤害量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也是它不可或缺的 一个提升伤害的技能 好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样子的英雄的介绍 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兼先手 兼肉盾 兼推塔 持续输出的这么一个 肉盒型的一个战士 我们说下架势方式 架势方式其实比较简单 咱们升的25级 它一级的时候 对线看情况 如果你是要单打单 对吧 单打单的话 其实建议加这个还期 加还期期的话 单打单就像刚才说的 你中路随便跟谁打 一口火喷过去 我先把第一波兵全收了 你看他头疼不头疼 然后二三级 我建议连点两级龙渡血统 因为这个火 它不是要伤害的 在前期兑现 火只要这个30%的 降攻击力的debuff 能上到敌人身上 就可以了 然后连点两级龙渡血统 四级的时候 点击神龙白尾 五级的时候看情况 这个之后就是 很简单了 你看你的压力 如果你兑现压力非常大 那你就点三级龙血 你觉得对面 已经完全没有压制住了 对方不可能杀得了我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 火焰气息点完点 早点提升你的伤害 六级加大之后呢 就是可以 这个神龙白尾 由于这个 现在咱们说这个版本 它是根据那个 加云锤来定的 对吧 然后我就说了 如果对面有什么 小狗剑圣啊 你需要出跳刀 跳到他脸上 装住 然后接云锤 保证他醒不来 那么你至少 是不是要把这个 神龙白尾加到三级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你加一级 其实就够用了 然后附这个龙渡血统 然后之后呢 有大加大 最后再把神龙白尾点满 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 神龙白尾点多少点 根据对方的阵状来定 你能躲过了 你就把它加高点 能躲过云锤这套combo 你就把它加高点 躲不过了 你就一级就够 这个就是神龙 那个龙渡血统 就是看对方的压力 给你的压力 给你的压力越大 你就把它点的越高 没有什么压力 你就两级 最多三级就够了 然后火焰吐烯 早点满 因为这个是团战的一个高爆发 还有你前期打前都靠他 有大加大 这就不用多说了 好来看一下那个天赋 天赋的话 其实他的天赋分两套 两套类型 一类是偏三号位 或者是蓝领型的 一类是大哥型的 这个很好辩解 就是辩认 就是蓝领型的就是 我是前排跳 端 接运行锤 打个先手 吃个伤害 不出什么所谓的物理输出装的 另外一套是 我不出运行锤 打物理输出装的 就是有攻速 有攻击力 所以说这个很好讲 你看这个15攻击力 就是大哥的 对吧 这个减30%火焰气息 降低攻击力的 这么一减 60%的火焰气息降低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厉害 大哥 我还推荐加这个 这个一口喷在对方 大哥脸上 这个非常难受的 减60%的技术攻击力 这个能玩恶心死 好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15级 加400生命值 跟神龙百万血云 这个神龙百万血云的话 你点了 当然就是偏蓝领型的 对不对 我就是把对方一个装 能装3.5秒 配合方队友集合 我把它秒了 400生命值就偏大哥的 我要占撸 对啊 所以说我要血多 20级古龙形态攻击距离 这个肯定是大哥形态的 这个加75% 古龙形态火焰气息的施法 伤害距离 这个就是 变龙之后呢 这个火 你看这个火 哇 就喷得超级远 对不对 这个就是偏 也是偏蓝领嘛 对啊 能够让你用技能输出 而不是靠平A输出的 这个175公斤距离 当然就是平A的了 好 12级 25级的话 这个古龙形态下 400范围神龙百尾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神龙百尾有个范围的 就很厉害 咱们看一下 呃 咚咚 我是没点啊 我没点 sorry 然后现在你看 就是这么大一个范围的 一个范围的眩晕 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的 所有的敌人 都会被眩晕到 这个天赋 其实如果打出来的话 效果非常的好 呃 只会比较考验你的这个 怎么说呢 呃 切入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有什么 猛马呀 黑弦呀 那就更好了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需要出把跳刀 呃 再跟对方的纠缠之中 找到一个机会 一个跳刀 如果能跳刀 那对方两到三个人的话 每一个人眩晕3.5秒 哇 这可相当于两个潮汐大的 那种感觉了 这可太重要了 所以说如果是呃 进攻性强点的话 我推进一下左侧 这个400范围神龙百尾 真的是在某些时刻 一个好的多方 就直接逆转局势了 真的一波团战的胜利 就靠你一个技能就打出来了 右侧是加12护甲跟回血 就是加额外的 从1313变成了2525了 呃 它就是终极的肉带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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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球球啊 就是呃 看情况 一个是进攻性的 一个是防御性的 根据情况 根据你们的需求来定 所以说如果你要打一个 偏蓝领形态的 那么这种左右左左的这种 加载方式啊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你说打大哥的话 那就右侧了啊 咱们说一下这个 蓝领形态的龙骑士 那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开始 等于说补刀斧啊 对啊 呃 大摩棒啊 这些基础的属性装 给它往满的拉啊 往满的拉 然后兑现的时候 优先补一个这个质量脂肪 啊 这个是只要你打 打够钱了 立刻赶紧用用机 或者你自己去买一个 这么一来的话 你的兑现的回血 就已经拉满了啊 就就不愁兑现了 谁都打不过你了 之后呢 呃 就这个玩意儿 你出个草鞋 其实够了 然后直接 那个云 直接揍移形锤 然后有了云锤之后 就可以进行什么 推进跟打架了 哎 你你抓人的话 那个你既可以用云锤 对啊 配合这个 先变龙 对啊 然后 然后进行锤 他醒过来了 对啊 然后就 然后然后去打打架 或者就是什么 就是说是用云锤的 对防卫塔的伤害 和龙骑士变龙 对防卫塔的伤害 然后双伤害防卫塔 进行一个速推进 为前期打打优势 然后之后呢 有一件装备啊 可能是比较罕见的 就是说是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什么 就是以太 哎 一个是跳刀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以太就是比较中庸的那种 就是说对方没有太强 逃生能力的时候 我推荐出以太 然后 因为你出以太了 你变龙之后 这个神百尾 就会非常的远 对吧 然后这个云锤 也会非常的远 在团战乱战之中 对方基本上是 躲不开你这个神百尾 因为他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跳刀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对方有什么女王呀 帕克呀 是吧 敌法呀 小狗呀 剑圣呀 你想走着对方脸上 把人端的有 有那么点难 对吧 所以说你就出跳刀 直接跳到街上脸上 一个端加云锤 他根本醒不过来 这个就是看这种处的了 当然就是说 一般来说的能处以太 尽量处以太 因为跳刀 肯定没有以太好用的 以太 他能增加示范 所以还能增加回膜 非常的好用 然后之后呢 就是BKB BKB就不用多说了 反正就是说是 你作为一个近战肉合 上去了 打一套 你要能下的来才行 你要能有机会 去打第二套输出 所以BKB就给予了 你这种上去 因为你不开BKB的话 经常容易什么 这个云锤容易被打断 对不对 因为云锤至少 还有两秒钟的 这个营上时间 那么对方如果手快点 一个亮 一个秒杨 把你杨了 你就云锤就扔不出来了 有了BKB了 至少能保证 我只要在开BKB 端了敌人脸上的时候 这个云锤 必然是砸了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BKB加云锤 是一个combo的保证 跳刀和这个以太 是一个切入的保证 就是看你需不需要了 然后其实这几件 出完了 它就成型了 就成型了 然后剩下的话 既然咱们今天讲的是 一个偏蓝领形态的龙骑士 那么剩下的就团队呗 对啊 就就就 我我我我团队得整 如果团队说 缺一些团战技能了 对啊 团阵的东西了 咱们可以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出个笛子呀 对啊 什么的 让你的肉度更肉 让你的团阵变得更厉害 或者说是什么 把这个鞋子 出成一个大梅坑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们看情况出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玩意儿 合成零龙鲜 这个玩意儿 这个这个这个 跳刀 合个什么大力量跳刀 反正就是这种 偏团战的 偏先手输出的 并不是那种战撸形态的 那你说如果要走一个 这个战撸形态的龙骑士 那个其实就大哥的嘛 那比如说这个版本 我还是可以说 可以选的出灰钥了 对吧 因为这个灰钥 这个装备 咱们刚才说了 降价很多 可以快速的提升节奏 什么夹腿 灰钥 BKB 是吧 然后强袭 强袭 是吧 撒弹 就是对吧 就这种装备 当然你也可以补一个跳刀 这没有问题 因为龙骑士任何时候 都需要出跳刀 它比较笨重 它是需要一个切入的 好 像这种装备 那明显一看 就是大哥了 对吧 然后你说你不需要跳刀 那你可以再补个暴力点的大炮 是吧 因为龙骑士有建设 建设就相当于狂战斧 狂战斧加大炮 输出非常的高 但是这套怎么说 太拖沓了 这个版本有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隐形锤 加变龙去打速度 打节奏 要比这种什么刷灰 要再刷BKB 强袭 大炮杂弹 这个这个节奏可快多了 所以说我还是推荐 大家打那种偏蓝领形态的 团队形态的龙骑士 可能会比较厉害一点 无论你是打二还是打三 尤其是开黑的时候 那个这种龙骑士会很厉害 你要打纯路人 对吧 那么你想数 那么你这一套 也不是不可以 也能用 行了 这个 关于出装 出装刚才忘说了 就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个A杖 基本上是有钱出 那你就出 刚才那个讲 不管是蓝领还是什么的 这个A杖有钱出就能出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顺位不要太高 一般来说都是在什么 比如说你是蓝领形态的东西 顺位一般都是在 第一件肯定是隐形锤 第一件隐形锤 第二件呢 然后是跳刀 或者是以太二选一 对吧 跳刀以太二选一 第三件BKB 第四件再出什么 A杖之类的 第四件再出 A杖之类的 不要出太早 因为它这个东西 它并不能有效的提升你的节奏 而是提升了你的战斗力而已 这个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大哥的话 A杖也基本上是必出的 行了 讲几部分就到这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终于龙击是怎么打的